欢迎收看无线7点半一小时新闻 我是容家瑶 今晚的主要生日游 维港今晚有倒数活动 天沙咀和南桂坊都开始封路 本港单日确诊逼近3万众 交代征费即日加到1元 当行豁免也除少 详细的新闻内容 即将告别2022年 不少市民今晚会出街庆祝 准备迎接新一年 加强版幻彩泳香港凌晨上见 维港两岸当个地方都可以观赏 有市民中午就已经来到白位 随直倒数又加入了烟花的幻彩泳香港 观赏热点尖沙咀海旁 中午过后已经人来人往 有人预早罢定两位 我大概是一点钟从家出发一点半到达这边 之前做了一些功课 就是看到有些人说四五点钟到 可能人就已经排起队了 在跨年的时候可以跟所有的人一起倒数 然后一起享受这边的烟花的表演 我会觉得很幸福 主要是带了我这个相机 然后再带了三四个镜头 就是广角长焦这样的镜头 我就是对维港的那个跨年烟花秀 就是早有耳闻 就是听说很壮观 在西九文化区也都帐篷处处 有人更加落重本布置 为女友庆祝生日兼倒数 环境挺好 就是气氛又挺好 还有都你看到周围都铺帐了 整天气氛很好 还有准备晚点又倒数 一次过做完 三一年 就是希望所有东西回复正常 就是一些经济 就是不要那么多细菌 因为大家都很多人 没什么位置 幸好是有人走了 所以搭到位置 这里有草地的可以看 空气清新 还有可以看烟花 奇不期待呢 始终停了几年 很期待 因为之前都没有看过 在海上面看 亦都是另一个选择 有观光船特设海上跨年夜 会环游为港一周 大概一个半钟 给乘客近距离看会演 有职员透露 全船360个座位 预约已经爆满 无线电视记者杨培斯报导 而邓杰盈现在在西九文化区 有没有人来准备晚点倒数呢 西九这里可以说 入夜之后人越来越多 气氛也越来越好 有市民下午两点钟 已经来到西九这里霸位 希望霸到一个美好位 看今晚的加强版的幻彩泳香港 有市民更加带来这些小道具 迎接新的一年 除了道具之外 不少的帐篷 市民也都加了一些灯色 希望加添气氛 说回如果要在西九文化区 这里看到会展的巨型倒数时钟 最佳的位置都是近M加博物馆的 这块草坪 如果想要这套市民也要留意 我和一些食肆谈过 他们今晚会延长营业时间 到11点钟 美食车 部分的美食车 就会营业到凌晨1点 警方也会视乎情况 在晚上8点开始 会实施封路 会封闭博物馆道和文化道 我会在这里跟进最新的情况 先将时间交给新闻部 好 谢谢邓杰逸 也和文化中心的刘晋玉聊聊 尖沙咀海旁又多不多人 对啊 容家耀 我们仍然在尖沙咀码头文化中心 外面这里 可能差不多都沿了这个晚饭时间 过了一个小时之后 看到文化中心外面这里 人数就多了一点 比起一个小时之前 都多了一倍 但其实都不够一百人 可以看到有些人 带着一些闪灯的灯色 相当之有气氛 说回今晚有些什么活动呢 就像邓杰银刚才所说了 我们在维港的对岸 湾仔会展那里 有一些大型屏幕 待会去倒数的时候 就会有2023字样 也有些祝福雨 另外也会配合 个幻彩永香江的加强板 附近的十栋大厦 也会有烟火 可以看到 其实现在会展 都不时有些字弹出来 例如是新年快乐 另外在维港上面 也有一些七彩缤纷的渡海小轮 待会去倒数的时候 也会在海面增加一些气氛 如果大家想出来倒数 警方就估计今晚的人数 会比起平安夜更多 而平安夜那晚 有超过25万人出道 大家也要留意 我们会在这里 跟随着最新的情况 先将时间交给新闻报 好 谢谢刘俊玉 而在放宽限聚令之后 第一个大节日 不少餐厅酒吧 为垂直晚试做好准备 有餐厅就预计入了率理想 定价也很进取 在中环南桂坊的餐厅酒吧 下午开始为迎接2023年加紧准备 有酒吧负责人说已经收到200人订位 预期生意比圣诞节多一至两成 也有酒吧为了吸客 将最低消费减三成至一半 希望可以博力多消一些 吸引不同的客源 尤其是年轻的一群 因为很多现在政府防疫限制的措施 虽然慢慢放宽 但是因为我们香港人 始终都喜欢旅行 其实很多客源 我们订阅的客人 有些原本是满年都订阅的 都去了旅行 所以某程度上都有影响 放宽限聚令和社交距离措施 在占沙坠这间餐厅有维港景优势 可以在露台看垂直烟火会演 营业时间延期到凌晨一点 有六个菜式的A5和牛 随值晚餐 成为一千八百八十八一位 定价比去年随值贵三成 订阅率依然理想 近几天政府放宽了防疫措施之后 街上人流是真的多了 我们都看到客人 都会想找一些地方去庆祝 因为可能展望 明年会有更加好的景象 加上一个现场乐队演奏 希望可以增加气氛 负责人预计 春年随着疫情缓和和 和恢复通关 生意会比较乐观 期望整体生意额 会比今年高一至两成 无线电视记者 梅惟宜报导 而南半球的新西兰 已经踏入2023年 新西兰是首先迎接新年的国家之一 踏入零时零分 奥克兰地标天空塔 开始检放超过三千枚烟花 历时大约五分钟 主管单位说 随着放宽防疫限制 这次庆祝活动的规模 比往年的更加盛大 当局又将部分路段或设为行人专区 延长巴士和渡轮的服务时间 而澳洲稍后也举行新年大型倒数活动 是全面假除防疫限制之后的第一次 但是食尼将会赞放超过一万枚烟花 预计多大一百万人参与 转讲一下疫情 本港新增新冠病毒个案 逼近三万宗 多52个人死亡 医务卫生局局长劳宗茂说 边境人员流动增加 毫无疑问会令疫情加剧 但相信医疗系统能够应付到 确诊中数年升四日 新增二万九千二百零七宗 输入个案四百二十四宗 本地个案就多二万八千七百八十三宗 当局找到多五宗BQ.1.1 和三宗XBB变异株个案 三十三间安劳和残疾院舍 一共一百一十一人染疫 多52个患者离世 与海外的联系恢复 加上与内地通关在职 会不会令到香港的疫情越趋严重呢 医务卫生局局长劳宗茂说会 其实通关这件事就对全香港 我以为众望所归 也是民心所向来的 大家都期望着很久 都很开心希望迎接这件事 确实我们当增加了 无论对国外或者对内地人员的流通 我们都会面对民生经济活动 多了疫情的情况也会多了 这个一定是毫无疑问的了 对于近日市面止痛和退消药缺货 劳总贸话本讲有足够药物供应 医管局和卫生署处备量 分别超过两个月和六个月 市民无需团积 其实市面上退消止痛药 主要含有的是迫热息痛这种成分 这种成分的退消止痛药 其实有七百多种 就不只是一只牌子 原来很多这些含迫热息痛的止痛药 都是香港制造的 我们已经和这些供应商谈了 希望他们提升制造能力 我们会有足够的储备 陆总贸又说 放宽社交距离措施 会对医疗系统造成压力 但是系统的韧性已经较连初强 相信有能力应对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君报道 交代征费即日开始 由5毫加到1元并且取消多项豁免 有市民就认为新措施对老人家不方便 在超级市场里面 平口袋和自助收银机隔离 将贴1元交代征费的指引 而设在包装蔬果货架隔离的平口袋 已经收起 背心胶袋、平口袋 和含有塑胶成分的纸袋 征费即日由5毫加至1元一个 你不记得你都要什么 你不记得大袋你都要买的 有时要考虑一下市民的方便 那方面 不是说只是还保 你都要考虑一下市民的接受率 即日开始多项豁免亦都取消 以往可以免费用胶袋 代好包装好的鲜肉水果 现在都要用1元 有市民就说不方便 有啊 因为你不让胶袋湿粒粒 那我不会放在环保袋里的嘛 这么湿 不过我都会自备自己的胶袋下去的 都会令到公公婆婆有点不方便的 那我们年轻的就好一点了 如果公公婆婆有时不记得打胶袋 你叫她给1元 有些公公婆婆未必捨得的嘛 部分商户也都说新例比较妖民 这间日龄直当 出售散装的角仔 可以豁免征费 但是客人买独立包装好的花生糖 就要给1元 有时很小件的 其实我觉得给个袋也不是问题 虽然是独立包装 但是也可以给个袋 太小了 也有当主不清楚规例 政府说要收胶袋钱 你要胶袋就给钱我了 那我也没办法 不是我说的嘛 这间生果档就清楚裂名胶袋需要另外收费 因为我们也有铁座要加多1元 还有很多顾客都已经习惯了自备环保袋 其实都没有影响的 环保署提醒在头个月下 欢迎期内会劝语违规规的商户 解决当时违规最高可以罚款20万 而计划会在一年之后检视成效 暴示电视机者 现在牵不道 先有识一阵 稍后回来还会报道 店主教荣优教宗本督十六世病逝 回来7点半新闻时间 13人被控2019年理工大学冲突期间 在尼敦道参与暴动 判监禁29至63个月 区域法院站委法官姜淑贤判刑的时候说 当日过千示威者聚集远超200人的警力 在历时大概50分钟的暴动里面 他们向警方推进 照射雷射光和投宅专会 现场犹如小型战场 虽然辩方说各被告没有带领、号召 或者鼓吹他人参与暴动 但单在身处现场 壮大声威已经代表他们认同暴徒的罪行 法庭不容许无故暴力行为 尤其是针对执法人员 本案并非突发 是有预谋和一定程度的计划 示威者目无法己 目的是在于挑战警方的权威 而其中三个被告逃跑的时候 持有具攻击性的武器 包括打火机和汽油弹 随时准备在示威里面容易商认 明显是有备而来 十一个人经审讯之后裁定罪成 法官认为求情不够成减刑因素 27岁被告马予亮判囚63个月 其他判囚54至60个月 至于其余两个认罪的被告 包括12港人案之一的郭子伦 判47和29个月 警方欢迎今次法庭的裁决和判刑 而判刑也足以反映到 这件案件的严重性和暴力程度 警方重申绝对尊重市民参与集会的自由和权利 但是前提是要守法 无线电视记者杨培斯报道 本港即将和内地免检疫通关 警方在铁路口岸加紧准备 应对通关之后的人流和治安 高铁世界龙站自2020年1月停开 至今近三年期间一直关闭 好 大家齐立了吗 齐立了 好 齐立了的话 今天我们的工作分配就如下的 站内的保安巡来就一直没有停过 油尖警区西九龙站小队 仍然每日每间分三队做事 包括检查车站正常和紧急的出入口 确保门有所上 保安封条下密缘好 也派完驻守在离港层的警网 西九龙站小队74人已经全部重返纲位 因应西九龙站口岸采用一地两检 队员除了要重新熟集站内的守则 也都要与内地公安保持联系 并且与港铁商讨人流管制措施 我们预计到在开站的初期 很多人 很多香港人或者内地的人 就会利用高铁站往返内地 所以在人潮管制措施方面 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功夫 包括在入境陈那里 隔铁了很多的铁马 以备不时之需 另外我们也和同事 非常深入地提供一些训练 令他们有一个很深入的了解 知道在西九龙站 那个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 在我们警方方面是怎样实施的 而在楼湖管制站虽然口岸停开 但附近仍然有村民出入 港铁提供特定列车的班次 接载持禁区通行证的乘客 警员维持正常寻邏 小队早前部分人走偏迫去到其他部门 近日已经传授返梅纲位准备通关 无线电视机者袁家轻卫道 英国、法国、西班牙和以色列 也都收紧对中国旅客的防疫措施 世界卫生组织就内地疫情 和中国卫生官员开会 邀请中方在下次会议 呈交病毒基因排除数据 中国开关在职 多国继续调整对中国旅客的入境限制 早前说未有需要更改 全国防疫政策的法国 星期五突然宣布 星期日起 规定所有来自中国的直航机 旅客都要戴口罩 底部之后也会随机进行核酸检测 至于提供出发前48小时内的病毒检测阴性证明 会有宽限期 英国和西班牙同样有检测阴性要求 英国针对中国直飞英格兰的航班 下个星期四开始实施 西班牙就说打齐针可以豁免 暂未有生效日期 以色列就除了公民之外 来自中国航班的旅客 上机之前必须提供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而日本率先在星期五限制中国内地的航班 只能从四个机场入境 并且要求旅客底部之后做快速抗原检测 有旅客说理解安排 有人就说等了整个小时 希望缩短等候时间 各国都关注中国当前疫情发展 国家卫健委星期五和世卫组织举行视像会议 就疫情形势 医疗救治 疫苗接种等议题展开交流 世卫发声明说 要求中国定期分享基因排序等实时流行病学数据 以及重症、死亡、疫苗交付和接种信息 特别是高危群组和60岁以上的长者 以及加强病毒基因排序、临床管理 以及评估影响方面的工作 又或世卫愿意在控制疫情等方面提供支援 世卫技术咨询小组会在下个星期二开会 已经邀请中国科学家 届时提供详细病毒基因排序资料 中方就多次重申 密切监察病毒变异情况 会依法及时公开透明发布疫情信息 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疫情挑战 无线电视记者杨洁义报道 梵蒂江宣布 天主教荣优教宗本督十六世离世 中年九十五岁 他是近六百年来第一位主动退位的教宗 执掌教廷八年期间面对不少挑战 曾经被指批评伊斯兰教引起反弹 而涉及天主教会的戀童丑闯 当年来也都纏扰着他 2005年接任教宗的本督十六世 再为八年面对教廷不少风浪 在德国出世的他原名拉伸教 二战期间被征召加入纳税 他说当时并不是自己意愿 也都强调没有开过一枪 但仍然引起争议 作为结出神学家 本督十六世保守立场先明 以传统态度维护教义 反同性戀 反堕胎 反共 他曾经说同性戀是道德恶魔 80年代就曾经形容 共产主义政权以解放之名 上台是时代的耻辱 2006年就任教宗之后的一次演讲 本督十六世被指批评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 引起伊斯兰教徒不满 他最后就言论致歉 但任内最大考验 可以说是神职人员性侵犯儿童的丑闻 2009年 爱尔兰调查报告揭发 1975到04年间 大量的儿童在教会里面遭到性侵 本督十六世批评事件可耻 强调极度自责和懊悔 向受害人和家属自怯 是首位针对天主教会性侵丑闻道歉的教宗 但他仍然被批评打击教会戀童问题力度不足 天主教会戀童丑闻即使在本督十六世退位之后 仍然一直狗纏着他 2022年初 他被揭发在七八十年代掌管暮尼克教区的时候 包庇四个戀童匹的神父 本督十六世以书免道歉并请求原谅 在对话立场方面 本督十六世态度相对强硬 北京坚持自行任命主教 他在2010年的圣诞文告 就罕有点名批评中国脅逼天主教徒 中藩关系一度跌至兵点 2013年2月本督十六世宣布基于健康理由退位 在梵蒂江近六百年来首位主动退位的教廷领袖 成为荣邮教宗保留本督十六世的称号 亦都开创了两位教宗在梵蒂江共同生活的情况史无前例 刚刚的圣诞过后 本督十六世健康开始恶化 心脏和维持生命功能持续追退 罗马教廷宣布 本督十六世当地星期六早早九点几 在梵蒂江的修道院离世 中年九十五岁 无线电视记者周智琳不透 北韩再向朝鲜半岛以东海域发射三枚弹道导弹 射射目标相信是南韩 总计全年平壤一共发射弹道导弹三十八次 三分二是在南韩总统滚石月上台之后 在全年最后一日北韩再有动作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 北韩当地星期六早早八点几 由首都平洋以南大约六十公里的 黄海北道中和郡 发射三枚的短程弹道导弹 选指过往很少有发射活动 三枚导弹都是由移动式发射车上发射 向东北飞行大约三百五十公里 落入咸镜北道武水端里 附近一个无人岛的周边海域 试试目标相信是南韩 日本防卫省也说 导弹飞行高度大约一百公里 在落日本专属经济区以外的海域 未有收到船载或飞机受损报告 平壤当局未有就发射有任何公布 官方传媒只是播出领袖金正恩 主持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会议的片段 今次是北韩相隔八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 而在发射前一日 南韩国防部公布成功试射自行研发的固体燃料运载火箭 韩联社统计显示 北韩今年全年共发射了38次 一共70枚的弹道导弹 发射活动在南韩总统稳适月 5月上台之后尤其频繁 外界推测平壤可能会进行第七次核试 无线电视记者收视领不斗 我们再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还会报道 习近平发表新年可置 内地印刷控制要求加强农村疫情防御工作 回来7点半新闻时间 内地春运下星期展开 早前有专家忧虑 民众培香会令疫情加快传播到农村 内地当局就印发通知 要求加强农村的防控工作 路透社报道 四川乐志苑有不少感染新冠的民众 到诊所调盐水 其中86岁的陈婆婆 本身患有高血压 心脏病等的长期病 这几天开始发烧 咳嗽 情况没有好转之下 由个女儿带到来诊所 她的女儿说担心负担不起医药费 所以不考虑带妈妈到城市就医 只是在网上买了制氧机迎急 而四川俑全镇这间卫生所 医生说近期求诊的病人急增 已经很多日无休息 肯定担心 肯定是这个 老年人本来急出疾病就多 就更有原因去恢复这个感染症 有着凤身说着物不够 凡是感到来就事说 但是除少的来就看着 那就精确了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发通知 要求加强农村地区新冠感染防控工作 要求提升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 加强对医疗卫生机构的支持 同时为有需要的村民提供指导抗原检测 同对症用药治疗等的服务 加强退销止咳等药物的储备 强调要最大限度减少疫情 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无线电视记者曹家庸报导 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发表2023年新年开始 提到中国因时因势调整防控措施 最大限度保障了人民生命安全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 我们战胜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 每个人都不容易 目前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 仍是吃劲的时候 大家都在坚忍不拔努力 曙光就在前头 大家在加把劲 坚持就是胜利 团结就是胜利 内地放宽防疫政策 教育部门最新通报 没有出现疫情的学校可以如常展开面秀教学 高等学校不再展开全原核酸细查 随着内地宣布新冠感染下个月起越累越管 多个部门陆续调整防疫工作 教育部星期五通报说 为了统筹学校防疫和教育教学工作 计定最新校园防疫方案 在检测方面 高等学校只要安排校内的重点人群 接受核酸或者快速检测 除了跨地区回学校和入学之外 所有学校的私生都不需要出示核酸检测证明 无疫情的学校正常面秀教学 中小学校如果出现禁验者 要以班级为单位实施防疫措施 学校也都要加强防控能力 处备一个星期以上的药物 快速测试剂等的防疫物资 内地调整防疫政策 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组长梁曼联强调 是恰当并符合实际情况的 对于外界质疑官方低估新冠死亡数字 他认为现在很难确认死亡率 国家卫健委医政司司长赵瓦辉就说 死亡病例的判定标准是基于科学 也都与国际一致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儿报道 内地由元旦开始实施多项新规定 新措施包括新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 规定雇主不可以因为结婚 怀孕产产假等等的情况 降低女员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 限制她的晋升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 将体育纳入初中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范围 在出行上也有新规 明确实行车票实名制 年满6岁、14岁以下的小朋友 应该买儿童优惠票 以及对新能源汽车 继续豁免征收车辆救治税 其他新闻 中俄两国元首互发新年贺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说 愿意与俄方深化全面战略协作 与各领域务实合作 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说 相信两国合作会提升到更高水平 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俄罗斯总统普京 互致新年贺电 他说在2022年中俄经贸合作稳步推进 能源、投资、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 取得新的成果 为两国共同发展提供助力 习近平又说2023年是中国全面落实 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中俄关系也将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他愿意与普京保持密切交往 引领双方深化全面战略协作 与各领域务实合作 祝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中央电视台就提到 普京祝愿中国人民幸福安看 说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持续加强 受得着外部挑战考验 两国政治对话内容丰富 他又说双边贸易额创历史新高 重大跨境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员工 他相信通过共同努力 双方能够将两国合作提升至新的更高水平 祝福俄中两国人民 母线电视记者朱绍林报道 台湾生北市一间医院发生罕见意外 一个女人在病床旁边燃点香烛 引发火警 令份在病床的丈夫上半身烧伤 最终不治 警方说一个89岁男人 因为心脏衰 爱衰 爱揭 进入住一间新医院 是星期五凌晨两点多 她80岁的太太在病床旁边点香 打算帮丈夫祈祷 期间向着念到丈夫的氧气面罩引发火警 医护人员到场救息火势之后 发现男人的上半身烧伤 经抢救之后不治 警方以公共危险过失自死等罪 将死者的太太带走 我们再休息一分 稍后回来继续报道 世界人才排名出路 香港今年跌落14位 稍后讲下哪个地方排第一 日本有游乐场机动游戏故障 两个游客被困在半空4个小时 继续7点半新闻时间 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港区国安法释法 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惠朱和 释法强化了香港自治权 委员陈云毅就说 今次不是推翻法庭裁决 要透过本地修例去处理海外律师问题 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 港区国安法解释草案 话第14条条文列明 香港特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 即是国安委的职责 并说明国安委作出的决定 不受司法覆核 而第47条就列明 法院审理案件里面 若遇上有行为是否涉及国安 或者证据是否涉及国家秘密 应该取得特首发出的证明书 而海外律师可不可以为国安法的案件被告抗辩 是属于要拿证明书的行为之一 否则国安委就要作判断和决定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就涉嫌的港区国安法案件 聘请英国大律师Tim Owen抗辩 律政司反对 但是被法院驳回 引发今次释法 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萌毅说 释法并不是推翻法庭的裁决 对于在香港没有全面执业的海外律师 可不可以审理国安法案件的问题 要透过修订法律执业者条例处理 由于这件案件没有发过证明书 所以就交给国安委去处理 因为没有权去推翻或者干预法院的判决 但是国安委可以建议修改原来的法律 他也可以制定一些政策 他又说向特首申请证明书的程序 应该由律政司提出 再由法庭决定 但是如果法庭拒绝 就可能要再次释法 这个是一个法律解释的问题 涉及到我怎么解释第47条 唯一可以处理这个争议的就是人类上会 因为只要人类上会 才可以正式解释第47条 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华 这次释法和过去五次释法不同 这次是厘清国安委的权责 是强快应授予香港的自治权 确实这些权已经给了香港 只是我们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自己在香港各方面 对于行政的权和事法的权 是有些混淆不清 任何一个国家去到国家安全的问题 什么是有利于国家安全 或者不利于国家安全 定什么政策来保护国家安全 是行政的权 不是事法的权 不是法官审判的时候决定的 律师会说释法是释清港区国安法的立法原意 如果有需要 律师会会就法律执业者条例修订 与政府合作 无线电视机者林俊谦 警方拉了14个人 涉及多宗电话片案 荃湾警区是星期三 与星期四 拉了21至52岁的十男两女 他们来自两个诈骗集团 自称政府人员 打电话给27个受害人 要求交出银行账户资料 或者指示转账到指定户口 涉及款项一共大约1700万 损失最多的一宗案件高达350万 他们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被捕 另外警方在星期四晚 分别在旺角和上水拉了两个男人 涉嫌在月初假冒80岁受害人的儿子 俄清因为牵涉刑事案件 需要交保释金 并且上门假冒儿子的朋友 骗了3万元 两个被捕的男人正被扣留调查 瑞士乐桑管理学院发表2022年世界人才排名报告 香港被去年下跌3位排第14 报告指出在63个经济体当中 瑞士的人才竞争力连续6年排名第一 紧随其后依次是瑞典、冰岛、挪威和丹麦等等的北欧国家 东亚国家排名最高是新加坡 和去年一样排12、台湾排19、中国大陆排40 学院是根据三大指标评估 包括对人才培育和投资幅度 吸引外国和留住本地人才的能力 以及人才的教育、训练和职能水准 报告也指出 新冠疫情之下多国封国封城也减少人才的流动性 日本大阪梅芳市一个游乐场有机动游戏 因为制动系统故障2个20多岁的游客 在涉事只是3度的严寒之下被困在离地面50米的半空 接近机动游戏的最高点 消防说由于云梯车高度不够 消防员要爬上座位启动系统 经过大约4个小时抢救 两个人安全回回地面 并没有受伤 只是觉得不舒服要送院 原方就事故对受影响的游客致协会撤查原因 游乐场今天暂停营业一日 7点半新闻报道完 再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